今天的定期會中 現議員張維華則針對掌握憲府 編列預算的盡量是約評估人員 希望憲府能夠緊述改善 以免造成不必要的誤解 這個人那麼笨都不好意思說 不敢說怕被刁難說了之後 那怎麼會呢 所以我說你就不要讓它發生 也不要讓它有這種漏洞 你固定一個時間 這個人事要做一個調整 現議員曾鎮嚴則針對 憲府工程效率形勢成效不張 希望憲府各相關單位 能夠重視並緊述改善 這個算雅客 這也說很久 都做發包發包 他就拖這麼久 他拖再拖 拖到我們真的 把我們發展的地方 這間我們館長也沒有去看現場 館長也沒有簽 大英姊要做 我們到處去館長 到最後一天就不敢去 誰不敢去 他說議員 你說要做館長還有簽 但是是很為何我們 是真的假 他說要做 他一拖再拖 我希望說 我們每一位老師 每一位要交換 不猜館長 撞到要死 現議員張維華 與曾鎮嚴議員 都向憲府各相關單位 提出許多看法及意見 希望憲府各相關單位 能夠重視並緊述改善 接著邱平易 南投縣議會採訪報導 我們到達 我們到達